首先來關心 國內新冠肺炎的疫情 今天新增了三十二例的本土確診 並且新增十二例的死亡個案 陳時中表示 今天的案例比昨天還多 但是整體來看 趨勢還是往下 另外也公布了上週境外移入的基因定序 結果 總計十六例當中 有五例驗出了變種病毒 分別是三例的Delta病毒 一例的英國變異株 以及一例的巴西變異株 而指揮中心昨天也宣布了 開放全國第九到第十類的民眾 最快是可以在七月十六號施打疫苗 而目前就超過兩百萬人次預約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區款指揮中心公布 九號新增三十二例本土病例 個案分佈以臺北市十九例最多 其次為新北市十一例 以及桃園市有兩例 另外也新增十二例死亡個案 為了防堵印度Delta變異株 國內從七月二號起 開始全面進行入境普篩 並針對陽性案例進行基因定序 結果也出爐 有三例是Delta病毒 來自英國及印尼 也驗出一例是英國變異株 是從柬埔寨入境 以及一例巴西變異株 是美國返國的十多歲小朋友 而指揮中心八號宣布 即日起開放第二波疫苗系統 開放登記後 全臺九到十類民眾最快可在七月十六號施打 新冠疫苗 根據指揮中心的統計 該系統開放至今 已經超過兩百萬人次的預約 全國第九類第十類的對象 是意願登記 陳時中強調意願登記 並不是排序 只是告知有多少人有意願 讓安排上可以更順暢 意願隨時都可以改 不是登記後就不能改 民眾可以放心登記 記者委呈陳昌偉推播 報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